今天老师问你们呢 你们有没有试过帮助别人呢 在你们帮助别人过后 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们会感到伤心失望 还是开心满足 今天老师要跟你们分享一个 关于关心别人的故事 这故事的主人是 路德与波阿斯 路德和婆婆回到以色列后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苦 不过有一个叫波阿斯的人 他看得到路德的需要 他不能热心的帮助他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吧 早安 一起的真早 谢谢你 让我跟你来 路德 你真体贴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找一些食物 你去休息 我马上回来 主啊 求你赐福他 救他脱离这种苦日子 主啊 我不是为自己求 只是我有婆婆 她年纪大了 你一点都不需要道歉 我们主人波阿斯 一定愿意帮助你们 你看那些妇女 她们在捡麦穗 她们大多跟你一样是寡妇 跟着她们 只要是掉下来的麦穗 都可以捡 凡米 她呀 你好啊 我 我是想 我想告诉你 欢迎你来到这里 谢谢您 如果河水需要 不 我是说 如果需要喝水的话 就到那边去 我的人会弄给你喝 我 我是个磨鸭人 他们可能不会理我 不要在意那个 我已经吩咐他们 要好好地带你 欢迎你 我的仆人告诉我 说你 你为了婆婆 放弃家乡和亲人 来到这里 你真是孝顺 愿神大大赐福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这名女子的情况特殊 故意多掉一些麦穗给她 或者是直接让她去割些麦菜 不要 干脆你们捆一束 让她带回去 告诉大家 有谁对她不客气 我会亲自处置 一天就捡到这么多 那个麦田的主人 她非常地好心 随便我捡多少 最后呢 还让我跟她一起吃饭 其他的人看到了 都很惊讶呢 她是谁 叫什么名字 波阿斯 波阿斯 你认识她 路德 好媳妇 她是我致敬的亲属 哦 那 那她应该要娶你啊 胡说 不是我 是要娶你 我 她也是你致敬的亲属啊 快 你还在等什么 去告诉她 跟她说 她是你的至亲 可是 我不想勉强她娶我 路德 这是她的责任 波阿斯先生 什么事 今天天气真好啊 对 天气真好啊 她知道我喜欢她 所以才这么客气 她是同行我 我 一个老头子 别吃惊妄想她会爱上我 如果不试试看 怎么会知道呢 她顶不拒绝我 我决定问她要不要 嫁给我 好吧 早 早 早安 她怎么可能看上我 她有心 一不又讲究 而我呢 是身无分纹的磨鸭人 我在她的眼里 不过是个黄王丫头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婆婆 婆婆对我真好 我决定告诉她 告诉波阿斯 我是她的至亲 就这么做 再见 你跟她说了吗 我 我还没有机会 亲爱的路德 你得制造机会 嗯 我知道 早啊 雅兵 庄稼就快收割完了 我也想做点好事 有哪个穷人需要帮忙啊 还是 哪个寡妇有东西要变卖 你是说土地 哦 不一定是土地了 有是更好 其他的也可以 怎么样 有谁要卖吗 是谁 现在还没听说 那 有机会再找你聊天了 再见 我不懂 为什么要在今天晚上去找她 因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等收割完毕就没有麦穗剑了 那你还能再看到她吗 可是庆祝会是为他们自己人举办的 你只要去引起她的注意 就算不为你自己 也为我去吧 波瓦斯 你要去哪里 我马上回来 尽量吃 东西多得很啊 波瓦斯 路德 对不起 跑来打扰你 请不要误会我 当然不会了 你放心吧 我 我是来告诉你 告诉 告诉你 我 你 你 你是我的至亲 我 我是 是你什么 是 是我至亲的 亲手 你 你知道那代表什么吗 你知道 你 你会吗 当然 你愿意吗 我吗 你肯吗 我愿意 路德 怎么了 还有一个人 是更近的亲属 就是我堂哥 雅比 不过我想他 除非 除非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我一文不值 不 你是 无价之宝 波瓦斯 你在哪里 明天早上 这件事很急 拜托你 要马上召集所有的长老并不容易 波瓦斯 能先告诉我是什么事吗 我要结婚了 应该说 可能要 你自己都不确定 不是 我想要娶路德 可是雅比是更近的亲属 你们的确也有一点麻烦 拿革命的丈夫 以利米勒 离开伯利恒之前 把这个交给我 一张土地所有权状 是块很大的土地 如果他要那块土地 连带一切 也都归他了 他一定会取路德 我不这么想 他一定会 这样才能得到土地 不一定 他有可能会 难道你还不懂吗 雅比只认得土地 因为土地就是财富 他满脑子 都是钱 雅比 寡妇拿额米 最近回到伯利恒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有块地要卖 地 我想要买 不过我们发现 你是他致敬的亲属 很好 没问题 我非常乐意帮助寡妇 多少钱 那你要买那块地 如果你不买 我可以帮忙 如果你不买 我可以帮忙 抱歉 布瓦斯堂弟 我买定了 你应该知道 身为致敬的亲属 如果想要得到那块地 连带所有东西 都要收下 尽管开口 尽管开口 我都负担得起 恭喜你了 堂哥 这位是你的新娘 我的什么 你的新娘 她是寡妇 你又是致敬的亲属 还有 拿额米就成了你的岳母 我岳母 他们两个人需要买几件新衣服 你岳母 她也会一块住 所以你可能要换个大房子 换个大房子 不必担心 只要给路德几千社克勒 他一定会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几千社克勒 开什么玩笑 我还没结婚就先破产了 你现在还没有小孩了 小孩的花费更多了 好堂弟 你可救救我呀 我养不起一个家呀 我只想专心赚大钱 你娶她好了 没问题 于是波瓦斯娶了摩押人路德 上帝赐福给他们 路德后来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取名叫俄贝德 以色列的全盛时期 可说是始于路德的忠心和勇气 俄贝德是耶稀的父亲 耶稀是大卫的父亲 大卫是以色列公义的君王 小朋友们 让我们来背诵今天的金句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以赴所书五章二节 小朋友们 相信你们已经制作了 自己的环保宣教奉献馆对吗 让我们继续奉献金钱 给我们的宣教士 好让他们可以完成 他们的宣教工作 交上奉献馆的日期和方式 将会另行通知 小朋友们 愿我们一起来念主祷文 来作为今天的结束祷告 双手合十 眼睛闭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教名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没我们都在 如同我们每人都在 不将我们陷入试探 就我们脱离那恶者 因为国度 全比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今天手工需要的材料是一单纸 一把剪刀 一把铅笔 然后还有颜色笔 那么首先你要先使用这个纸栽 把你的小手开到最大 然后盘下去 画出你的手的形状 跟着你的手形状来画出 然后画出来 这样画好了之后呢 要用剪刀 小心剪刀哦 如果你还不会使用剪刀 找你的爸爸妈妈在旁边跟你一起做 然后呢 你要把这个手的形状给剪下来 这样子好了之后 你的手掌已经画出来了哦 接下来呢 我们要拿出铅笔 在上面画一个爱心 在爱心里面 彩漂亮的颜色 然后老师这样彩 这些老师的彩虹很爱心哦 然后你可以用marker pen来把它这边旁边画出一点也是可以的 遥远钦笔也是可以哦 把遥远钦笔把它画出出 让那个线条更明显一点 这样子好了之后呢 这边上面我们要来写那个金句 那我们的金句是什么呢 我们的金句是 也要是也要平平爱心形式 我们的金句是 正如 正如 基督 爱我们 咀炸钦笔 我们的金句是 对 衣服 手 酥 无尊 风尖